好 國會改革法案在在野黨的通力合作之下 已經三讀通過了 執政黨看起來要阻擋 要反撲 要補救 所以你看到鋪天蓋地的說法現在講的是 台灣已經香港化了 台灣被北京管了 被北京接管了 說這個話的不是街頭相義的市場大媽 說這個話的是柯建民啊 觀眾朋友 柯建民講說台灣已經被北京管轄 這是國家級危機 哇不得了 了不得啊 賴總統現在變特首了嗎 所以老柯說今天是國恥的日子 昨天晚上他講的 那邱以寅昨天也在立法院說了一段話 他說他接到爆料 中國的智庫在促成藍白和 並且這個智庫的報告 他說他有看到裡頭有講 就是要在國會通過國會改革法案 所以國親兩黨 國眾兩黨 就是完全照劇本演出 讓立院今天的狀況是政變 我也很想知道 他這個所謂的智庫的東西在哪裡 通匪 這個到底在哪裡 我們沒有看到媒體報導 那也沒有看到實質的內容 而另外國安局局長說 他會持續關注 關注什麼 因為民進黨不是講說 這個國會改革是習近平指使的嗎 而且是指使韓國瑜也指使傅崑崎 所以他說我們會持續關注 現在其實沒有進一步的報導 或進一步的報告 他會持續關注 傅崑崎說在野黨會組特徵組要查弊案 那另外我們再看看 包括下一步要做什麼 黃國昌跟傅崑崎都喊出來說 下一步是廢監院 其實我也同意 如果說國會給他這麼大的權力 三權分立 那應該是考監都要廢吧 這個民進黨也這樣講 我記得民進黨過去在野的時候 也是這樣講 下一步要廢監察院 樂觀其成 而外頭的所謂公民力量 所謂青鳥行動 現在到底如何了呢 我們看到其中一位領頭人 叫賴中強 他說會周旋到底 撐了4天沒有白費 會周旋到底 我們來看看 國會改革法案立院朝鮮黨團 5月28號將迎來最終決戰 而在立法院外 公民團體持續號召抗議 甚至開設最想要罷免的立委專區 你最想罷免或開除誰 青鳥行動抗議民眾 一人兩張貼紙 藍白立委 徐曉星 黃國昌 臉被貼到不能再貼 即便前一天著虧呼籲冷靜 不要在立院聚集 但抗議民眾似乎沒聽進去 謝謝他這麼的為我們著想 希望我們不要淋雨 但是為了我們的民主 我還是必須得來 好 你看現在藍綠 都有支持者喊出來要罷免對方 白的也有 也有 藍綠 白都有 各自有對立面的人要罷免他們 其中被點名最多的是 傅昆琦跟黃國昌 他們兩個是不分區的 所以是要開除他們 傅昆琦是區域的 對不起 傅昆琦是區域的 黃國昌是不分區的 所以要開除 要罷免 這些所謂的青鳥們 來做一個現場的民調 其實我覺得這有點霸凌的嫌疑 他把這些立法委員的頭像貼出來 貼出來之後幹嘛呢 發給這些青鳥們 一人一張貼紙 說你最想罷免誰 所以這些人 這些立法委員的頭像 就被密密麻麻的 貼上了這些小點點 你看到其中被貼的最多的 應該就是黃國昌了 黃國昌一張白紙貼不夠 兩張三張四張 都已經擴充到旁邊了 還有我們看到 包括徐曉星也不慌多讓 徐曉星的白紙已經 藏到這裡 一直接 就是被貼得很慘 還有馬文君也有 這個是展現在現場 可能這些人對以上這些 立法委員的仇恨值之高的 青島罷免的互相喊 要罷免的民進黨 也有一些人被藍營的支持者 或者是白銀的支持者點名 應該要罷免的 包括你看到的 張宏璐 李柏毅 高雄的李柏毅 吳其明 蔡其昌 黃秀芳 吳佩毅 陳冠廷 對 王美慧 陳素月 陳俊穎 以及這個 我們看到吳思瑤 其實這個排行榜是什麼 就是他的選區得票數少的 放在最前面 覺得他民意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堅強 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我個人覺得就像柯建民說 完全是見指習近平 我不知道當初傅坤奇帶隊 去到那去見王滬寧的時候 王滬寧還兩次把他的傅坤奇 講成傅其坤 好不好 現在有那麼熟嗎 然後有辦法指揮嗎 邱瑩瑩拿到這份資料 我們都拿不到 他為什麼拿到這份 難道他通匪嗎 他是不是要交代一下 這智庫的資料到底從哪裡來 而且你可以看出當天晚上 所有的綠營的人上去 也沒有在討好討論法案 百分之七八十就遠遠把這個習近平 不斷左一聲習近平 右一邊習近平 我真的覺得他們把習近平 真的是磕在骨子裡面 真的是不知道 為什麼對習近平念念不忘 不是現在是信賴台灣的時候嗎 那待親子被你們擺在哪裡 都沒有好好的想一下 所以我覺得不能夠理解 他們的邏輯到底在哪裡 對於這種罷免 我是真的 我覺得柯建民真的有點太聳 太聳動了 他們任何東西只要特別到那邊不 那你剛剛做 我同意剛剛前子所提到 把每一個的臉那邊去 然後透過這個方法去霸凌他們 我不知道這些傾倒的這些人 對一個人的仇恨值 為什麼可以高到這種程度 你為什麼對一個仇恨 可以投射到這種程度 你的家人旁邊很多人關心你 你不是 你卻對一個人 然後全黨恨一個黃國昌 黃國昌到底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你必須要有這麼樣子的多 一個人一天當中 花了這麼多時間來恨一個人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真的覺得這個心理上面 我完全是匪夷所思 有太多人需要你來關切的 你去恨橘小機 你去恨黃國昌 然後每天把你搞到 你覺得已經快要亡國了 這是個什麼樣的社會上面 的一個心理現象 我真的覺得 要勸我的研究生 要好好地研究一下 我真的完全不能夠理解 然後最重要 最重要是這些公民的活動 拜託這些都是人民一票票選出來的 你要讓台灣動盜到什麼地方去 即使他在做哪樣的事情 除非他做的是最不可設的 像從國會改革 還有你們所指控的那些 哪一樣是成形 哪一項對人民 哪一項對土豐富的大媽 叫他到立法院來問話 哪一樣事情是你們現在所看到 因為國會改革 而讓人民的權力受到損傷的 國會的改革一定是 劍指貪官污吏 絕對不會劍拔到人民身上 這是一個基本的ABC 這些人都要選票的 他們難道會做這種事情 來敗光他們的選票嗎 所以我覺得這種罷免的活動 完全是消耗社會的一個成本 不管是藍的或是綠的 我都不建議要去罷免 四年的時間就是一個你可以評斷 四年之後再來把它趕下台嗎 那是你的權益 我還是再次說心裡要健康 雖然我覺得現在我們的衛生 我們這個給每一個人健康 只有28塊錢而已 但是我真的覺得要強力的 每一年要多35塊或到38塊錢 讓大家身體健康 能夠好好有一個正向心理 不要投入太多心理來仇恨一個人 這完全沒有價值的 你哪一個這個民意代表 你是人民選出來的 你會瘋狂到把你的選民 把一般民眾叫到立法院來問嗎 他瘋了嗎 他不要選票了嗎 他有神經病嗎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已經執政 堂堂迈入執政第九年 至少執政12年 也有人講說民進黨可能執政16年 這是台灣民選總統以來 執政最長的政府 至少12年 所以你當執政越久 你權力越大的時候 你就容易虎化 你容易藏污納垢 容易做了錯誤決策 當一個這麼龐大的政權 不需要加強監督嗎 所以國會改革是這樣子 國會改革不是為了說 我就是政黨對決 我就是要修理民進黨 這是要一個制度性的改革 難道民黨繼續執政16年 32年 100年 不可能 未來台灣還是有可能政黨輪替 一個制度性的改革 未來一樣的制度 一樣的監督 加上監督 一樣有可能 國民黨執政之後監督到國民黨 民眾黨有可能執政 監督到民眾黨 所以民進黨老是用掛一個說 就是說反中的一個保護傘 把所有對他的監督就說 你就是中共的同路人 你就是習近平在台的協力者 用這種做法 老實講 我以前在念歷史課的是這樣子 我很有氣勢感 過去威權政母的時候 國民黨過去在威權政母的時候 不就是這樣子嗎 把所有說反共 然後所有侵害人權的部分 所以白色恐怖228就是這麼來的 民黨就這麼幹 所以是這樣子 現在民黨長期執政了 第二個 然後又在升高對立 然後在內部找敵人 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 如果是真的好好的 民主監督制衡 就要接受在野黨的監督 所謂的國會改革 只是加強一個制度化的 一個監督而已 對 孫誠委員 發生了這麼多 你真的是無法理解的事情 從賴清德上台之後 兩岸這些事情 這些意外 是他預料的還是他故意的 包括國內也是一樣 到處瘋活 看起來這是一個 賴清德的一個計畫 一個算盤 他的計畫是什麼呢 他的計畫 當然所有的 2028年他怎麼連任 2028年他怎麼連任 他會去看2004年 阿扁一個弱勢總統 他怎麼連任打敗連送 靠一招就是反中 守牽守護台灣 最後面臨的反中 所以賴清德很這樣 他不可能靠政績 所以他也不需要政績了 他也不打算有政績了 所以國會跟你在一黨幹到底 癱瘓他也不怕 癱瘓都沒關係 最後2008年靠反中 你只要從這個議頭 所以現在一招什麼東西 為什麼對習近平戀戀不忘 習近平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抹紅 抹紅到底 然後敵我分明 一旦抹紅以後 他把你 你是紅了 你是中共同路人之後 所有的真理都已經不重要了 所有道理都已經不重要了 就是你就是我的敵人了 他現在要發動民粹 發動民粹 但是在這裡也必須要跟賴清德講 他要錯顧民意了 他錯顧民意 最近做了民調說 他的舊子眼說有51% 媒體說跌破眼鏡好高 他才得40%的得票率 竟然51%對不對 表示上場 表示現在最近的紛爭 人民是支持他的 大錯特錯 每一個總統上來 都有一個蜜月期 蜜月期是什麼代表了 只有選舉之間有藍綠 選舉之後人民都希望 他做一個全民總統 希望大家給他一個機會 所以大家都支持 希望你好好做 51%算不高 我告訴大家 2016年蔡英文是68% 68%也不算高 2000年阿扁剛上台的時候 政黨都講 阿扁是77% 77% 一可以講就是說 不分藍綠 全部支持陳隨扁 我們希望你好好做 因為選舉結束了 對 大家 這個是台灣人很善良 台灣是好人 台灣是善良 希望他沒有那麼多恩怨 我希望你 但是蜜月期 現在以為以51%是我過半了 所以我就可以搞大搞 其實這非常低的制度 這個違反台灣民意的要求 他到處要罷免人罷免人 搞不好總統就會被罷免 就能講求一個人 然後就讓你來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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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